大家好,欢迎收看12月15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为了创造农民有更多元的农产品行销管道 花莲县政府15号的下午 特别在县府大礼堂举办了农产通路的讲堂课程 邀请到了台湾农业合作社的联合社人员来到现场 为乡亲分享合作社运作 应该要如何套用在县内的有机农业的销售通路上 有鉴于花莲县内有许多游职亲农及个体从农独立打拼 但都没有加入农会 因此县长徐真伟希望能协助农友们集结小众成立合作社 在14号下午特别邀请到台湾农业合作社专家及知名学者 来到县府大礼堂做经验分享 期盼透过讲座让花莲的小农们有机会拓展更多元的行销通路 也藉由合作社的成立规划与工部门合作的可能打造双赢局面 希望把合作社的部分的观念及概念给予大家共同来分享 也了解成立合作社对于我们各个农友有什么帮助 以及对于中央的对应 还有对于我们在地的农产的行销部分 可以跟工部门如何合作 在今天的课程有两行的课程 一个是合作社的部分 另外还有一个因为今天有外贸科的课长来 所以如果会后有关于Q&A的部分 有关于外贸平台的这个价介的部分 我们也可以提出提出问题 可以跟我们的这个外贸科的课长来做讨论 我想你有什么我一问就用问问题的方式 我想这是最容易而且来到这里最大的意义 农联社推广课长郑吉红也在分享当中指出 合作社的功用在于负责控制品管 处理销售还有发展自由品牌 而农民在农业产业链当中也是较为弱势的 因此农联社就会协助农民们 基于共同需求合作意愿下 集结众人之力组成合作社来互助 用合作经营的方法不仅确保买方免除中间抽成 也让消费者可以获得合理的价格 记者徐黎晴花莲市报导